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195章 眼光不错 呵呵 叶浩轩 你的眼光不错吗 你说的不错 这就是他加持到我身上的东西 这是我生死关头才能施展出来的东西 只要我一施展出来这些 他就会感觉得到 他就会来救我 菲利克斯冷笑道 可惜 你等不到了 叶浩轩猛的再次向前 他手中的太长再次横斩 咻 半空中那把几乎要碎裂而开的光剑迎着叶浩轩而来 但他毫无阻碍的被叶浩轩一剑斩落 叶浩轩 又是你 虚空中的最后一把巨剑突然微微一亮 一张浑身上下都在一袭黑色长袍中 笼罩的虚影显现了出来 他向叶浩轩怒目而视 而这个人叶浩轩也十分的熟悉 正是之前他回清源时候遇到的那个红衣大主教 埃里克森 呵呵 果然是你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道 我正纳闷 为什么史密斯在其他的脑域开发者身上 做实验那么不容易成功 而在菲利克斯的很上一世 便成功了 这里面果然还是有猫腻的 原来一直以来都是你在这里面捣鬼啊 呵呵 你现在才明白过来 可惜 晚了 埃里克森的影像消失不见 那把巨剑化成一道白烟 在半空中扶来扶去 万里之外的精神加持 是需要很强的精神力的 但是两人现在所在的距离实在是太远了 他这么万里之外发布信息的话 是很耗费精神力的 而现在教宗中的他 可没有那么多的精神力 和叶浩轩耗费 所以 他只好改用 域外之音那种方法 和叶浩轩对话 不觉得有什么晚了 我的红衣大主教 你为什么不肯以你的真面目是人 呵呵 好歹也让我瞻仰一下 你的风格吧 可是你这样把自己整个人 都笼罩在一片黑衣里 这又算什么 万能的主 求你 告诉我该怎么办 眼前的这个人 是一个魔鬼 他是一名十足的魔鬼 求你教教我该怎么做 菲利克斯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上 他嘴巴里面念念有词地说 哦 菲利克斯 我最忠实的仆人 你辛苦了 埃里克森呵呵笑道 请你放心 有我在 我绝对不会让你陷入绝地的 谢谢 谢谢我主 菲利克斯像是个神棍似的 跪倒在地上 不停地跪拜着 拜完了之后 这家伙居然站起来 一溜烟似的跑了 站住 叶浩轩向前踏出一步 就要把那家伙给留下来 但就在这个时候 半空中的那道白烟 分出树莓小剑 猛地向叶浩轩所在的方向射去 叶浩轩硬生生地停住了脚步 啪啪树声响 那树莓小剑在他跟前炸开 形成了一道光运 把叶浩轩前面的路给封死 医生这是急着干什么呢 我们这么久没见了 现在见面 不应该是试在一起 好好的谈谈吗 呵呵 你这么急这是要去哪里 菲利克斯 听着 我没有时间和你磨 叶浩轩有些无奈地说 而你远在万里之外的教宗 想阻拦我 也是不可能的 我现在只想快点办完这件事情 回到华下去 而且 我与你之间 貌似也没有多大的仇怨 你追杀 你追杀我也追杀的有些莫名其妙 有机会 我觉得我们两个倒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谈谈 把我们之间的误会都说清楚 想和谈 呵呵 可以 除非你交出你身上的神圣识字 埃里克森冷笑了一声道 而且 菲利克斯 是我为主找的仆人 可是你居然伤害了他 你还能说我们之间 没有一点仇恨吗 我不明白 叶浩轩就这枚头道 你为什么会找到五十一区的头上来 你们是教宗 而他们是政治利益驱使下产生的利益品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搞到一块去 那是因为 我想要将主的信仰发扬光大 但是我发现 现在的信徒 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他们的信仰之力已经不再纯洁 他们是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加入我们的 他们这样 会让他们根本无法继承我主的能力 你是想发展你们教宗的实力吧 但可惜的你们教宗 想要成长起来一位真正的强者 很难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道 不错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我 埃里克森满意的一点头道 但在偶然的机会下 我认识了这个小伙子 呵呵 他给我的感觉很好 我竟然发现 他能继承主的神光 所以我开始对他所谓的脑域开发者感兴趣了起来 原来这样 你发现了 菲利克斯可以身是你们教宗的神圣之光 让自己快速成长为一位神棍 所以你就赋予了他一些东西 这才是他真正快速成长起来的原因 叶浩轩恍然大悟 之前在搜集到菲利克斯的资料时 他就觉得有些奇怪 因为菲利克斯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是他可以继承脑域开发者所有的异能 而且 这家伙强得离谱 这不由得让叶浩轩产生了怀疑 他觉得有些不正常 直到今天 这家伙叫出了大预言术 他才明白过来 原来他和埃里克森有一腿 而这个神棍发现 大脑高度开发的人 可以成为他们教宗很好的打手 不错 你是一个聪明人 说真的叶浩轩 我们两个之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仇恨 但是你拿了我们教宗的东西 你现在只要把那东西还给我 我们之间的事情就可以一笔勾销 你觉得怎么样 埃里克森还在做这最后的努力 放弃吧 埃里克森 叶浩轩笑了笑道 我知道 你的灵魂已经出卖了你们的主 你现在立欲勋心中 你等这吧 总有一天 我会到你那里 给你算算我们之间的旧账 叶浩轩说这突然大步向前跑去 他手中的太长剑在背后拖着 突然 他猛的一声高喝 手中的太长剑高高的举起 向这半空中那道白芒斩去 而与此同时 半空中的那道白芒再次化作一把光剑 向这叶浩轩急袭而来 轰 两剑相交 半空中的巨剑碎裂而开 化作一点点的光剑缓缓的消失在半空之中